花莲市公所成功打造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品牌之后 再度推出了骑来玩一下自行车轻旅行活动 让全国喜爱自行车运动的民众可以到花莲 透过骑自行车深度体验花莲市的文化、海洋还有生态特色 而今年的骑来玩一下有三条不同的路线 搭配部落文化探访、食欲教育、手作体验 还有在地食材风味餐等 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及喜好 而5月1号的凌晨正式开放线上报名 花莲市公所去年首度举办 骑来玩一下活动获得广大回响 12个T4场场报名秒杀 为了回应民众的期待 今年市公所扩大办理 规划了更精致的游城 市长布佳贤表示 花莲市是一座山海汇聚的观光休闲城市 希望以自行车旅游为主轴 并结合人文特色空间营造串联 让来访的游客可以体验一趟丰富的人文历史之旅 我们在去年在办第一届的第一次的 我们期待玩一下的时候得到大家的好语 我们过去也试着把很多的 我们培养的一些元素 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比方讲部落的文化 客家的文化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 像我们的海事生活节所推出来的一些文化 能够串接在一起 这些要怎么串接在一起 其实用公车用走路嘛 其实这样子可能做一个串接 其实他们就想到我们的朋友很棒 想到用脚踏车 我曾经跟很多媒体先进提过 我们希望把马拉松建置起来 一个非常优质的马拉松之后 接着来推自行车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骑过自行车 骑完以后大家觉得花脸很美 但是自己的体力比较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们这一次有分很多条不同的路线 可以满足每一个阶层的 比方讲你体力比较差一点点的 可以提起这个路线 提力比较好的一点可以 骑比较长一点 30公里40公里的路线 今年度起来玩一下路线规划 涵盖了花莲市 吉安乡 新城乡 秀林乡 推出三条路线都极具特色 除了部落文化 生态 海洋教育体验 还有到光荣博物馆体验 强风等主题式的骑程活动 更搭配导览解说 手作体验 在地食材风味餐点 适合不同民众的需求及喜好 而这一次也有许多优质厂商 赞助丰富的礼品 只要来报名 一定物超所值 2021年 其来玩一下活动 5月1号凌晨开放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 赶快上网查询 介入一会欢迎视报道